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,文化部部长郑立军指出,在民主时代还用法律,指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,明定人民要追思讲功,是很荒谬的,需透过修法进行转型正义,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若能通过,将会是中正纪念堂转型很好的依据。 郑立军今出席台湾北社主办之文化论坛,台湾文化的重新定位与再出发论坛,于致辞中,他提及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以及转型正义的实施。 对于民众当场要求立即移除蒋介石同向,郑立军说,在民主时代还以法律,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,明定一个组织,要人民追思讲功,是很荒谬的,这部法律才是最大的同向,所以要开大门,走大陆来修法。 他说明文化部二月集提出希望修法,并于七月提出社会讨论计划,包含成立资讯平台,让人权受害历史真相与史料上网,因为全统治迫害不分统独,左右及族群。 其次,以省议市民主工作方深入理性沟通中正纪念堂为何,如何转型。 第三,则是结合艺术策展方式,让艺术家策展,邀请公众参与思辩。 郑立军说,希望明年讨论凝聚出共事后,至此提出修法草案,并在立法院等地举办公厅会,而立法院民进党团的促转条例版本,即有一处威权象征的条文,能完。 成立法中正纪念堂将能据此转型,是很好的法律依据。 郑立军说,他以南丁格尔誓言与其诅咒黑暗,不如点亮光明为其座右铭,表示必须不断点亮光明才能驱赶照亮黑暗,国家要以民主程序完成转型正义,这也是德国转型正义过程,有相关法律规范才可长可久。